最好是按照步驟來做 第一個我們是建立什麼 一個問題二的一個資料庫 那旁邊這邊記得選一下 UTF8 記得這個一定要選 因為之前常常同學就是 漏了這個步驟 然後呢 資料寫進去 不過呢 數字是ok 但是只要是中文的就變亂碼 為什麼因為那個內碼語系是錯誤的 所以顯示出來也會錯 那網頁顯示出來的也是UTF8啦 所以你放在資料庫裡面是UTF8 秀出來的話 假設不是UTF8就會產生亂碼 OK特別注意 這個部分的話可能要稍微 稍微看一下 那怎麼把它刪掉呢 其實你可以 點選 如果你要把那個 那個資料表刪除的話你就點問題二這個資料庫 這邊就問題二的資料表你可以把它打勾這邊刪除就好 刪除掉重新建立 但你也可以把它重新 重新再 修改 不過他這個好像有一個BUG 點擊好像修改他一直卡住 一直出不來 所以你把它刪掉重建 有時候反而比較快一點 好這個部分的話稍微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來就是把Sale裡面的資料怎麼樣把它轉移過去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往下走 這個 先建的資料 這個是建資料庫 然後呢 在建資料表 在 產生有六個欄位 這些我想你可以對照著看 再來我們是 在那個 就是 SEQL裡面 就是 買SEQL裡面的 下SEQL語法 可是這個是在 買SEQL裡面 去下SEQL語法 可是我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 E-Sale裡面的東西 傳遞到買SEQL 這個地方我剛好提過 你可能需要用到一個ADO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練習 總共會有五個按鈕 那這五個按鈕 的程式都在這下面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了 裡面基本上 沒有太複雜的東西 首先的話呢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新增一筆記錄 新增第一個是什麼 這個開發人員裡面 我是Visual Basic 這邊 重新開 然後這邊的話模組裡面 這裡只有一個啟動表單 那我如果說我要怎麼樣 先把 這裡面的最後一筆資料 最後一筆資料 直接幫我怎麼樣 寫入到買SEQL裡面 當然我要先練習 第一個新增一筆就好了 新增完一筆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新增多筆 全部新增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它新增到那邊去 再把舊的刪掉 刪掉之後再從 買SEQL裡面再撈回來 大概練習 流程是這樣 也就是說呢 可以把資料寫過去 也可以再把資料讀回來 OK 那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先在Visual Basic裡面打開 那我這邊已經有一個寫好的 新增單筆 不過新增單筆 裡面的話 會多用 用到一個 已經寫好的一個SAB 這個SAB的話叫 利用ADO 新增資料 OK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 基本上在下面 所以其實 我先把這第1段 第2段 第3段 總共會有3段程式 先把它複製過來 Ctrl C一下 先貼到我的模組 那因為 這個 把資料呢 寫入到 MySQL裡面 會用到一個 ADO的物件 那這個ADO物件 如果你要自己去撰寫 其實基本上 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先直接用這邊 裡面的範本 來試給各位看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會希望把 這裡面的最後一筆的資料 直接寫到什麼呢 寫到 我們的那個 MySQL裡面 那我要怎麼做 第一個 當然我要先知道什麼 最下面一筆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可以用什麼 用R 去 這個向下追蹤 追蹤到之後的話 會把15的結果 拉回來 15 OK 這邊有個15 那也就是說R現在就15 那就把15 的列號 再加上後面有123456 那當然後面這個地方指的是 儲存格 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第15列 的第1欄 A欄 那你可以寫E或寫A都可以 1到6 那分別把資料先放在哪裡呢 A到F 這個A到F 是我們自己取的一個 變數名稱 那 A到F 再來就是 Core 利用ADO新增資料 那特別重要 關鍵在下面這個地方 我們利用那個 傳遞引述的方式 把總共有6筆記錄 就是這6筆記錄 丟到那個利用ADO新增資料的 這個 這個副程式 裡面特別重要 其實程式沒有很長 但是非常好用 以後如果說呢 你要把 資料 從Excel裡面 轉移到哪裡呢 轉移到任何的資料庫 其實這邊呢 都是相通的 裡面有哪一些比較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利用什麼呢 這個地方也叫 Create object 特別需要 這個Create object 意思就是說 我從那個 我電腦裡面找一下 有沒有這個叫 ADODB.Connection 的 元件 這個元件的話 基本上呢 他會放在哪裡呢 你從工具裡面 設定用項目裡面 你可以看到 微軟他 預設已經有一個 Microsoft開頭的 這邊有一個叫做 ActiveEx Data object 2.8 那實際上他放的位置 就是放在 這底下呢 C底下的Program file 這個這個路徑 實際上呢 每一台電腦基本上都會有這個東西 就是 ADO的簡稱 實際上他全稱就是ActiveEx Data object 利用他做什麼呢 他有點像是一個資料庫的外掛 那我們可以利用他跟資料庫 做連接 OK 所以第一個 我先引用他 在這裡的話 我把它Create出來 ADO 這個connection 那他的這個物件名稱 我取一個名稱叫my card 那顧名思義啦 他就是一個連線 connection 有點像是一個 資料庫有點像是一個水塔吧 那我要跟他連線 我把資料 然後 不論是 把資料放過去或讀回來 都必須建立一個連線 就跟接水管一樣 你家跟那個水塔 OK 所以這個connection 有點像是一個連線 的一個 算水管吧 你把水管接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 因為不同的資料庫 會用到不同的驅動程式 所以底下這邊會有個什麼呢 my card open open 就連線 打開 打開的時候呢 因為不同的資料庫呢 會用到不同的driver 那這個driver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要額外安裝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安裝的話 那你的 你就沒有辦法連線到那個資料庫 所以在雲端上面呢 各位可以找到喔 在那個單元03裡面 會有一個 這個驅動程式是 那個那個什麼呢 MySQL的驅動程式 那如果說啦 你等一下可以檢查看看 如果你電腦裡面沒有裝過這東西的話 之前可能上課同學有裝過啦 如果 沒裝過的話 你就要把這個裝起來 如果你沒有裝那個驅動程式 你也沒有辦法跟那個 MySQL做連線 所以呢 第二行程式指的就是 我要跟他做連線 那個驅動 那這個 這個等一下再講說怎麼去檢查 裡面的話 告訴他說 你的server在哪一個IP位置 預設的話 如果是你 自己對自己的話 你可以用127.0.0.1 Database的話 就是資料庫的名稱 然後呢 再來就是user 就是他的那個 帳號 密碼的話1234 OK 再來把那個什麼的 sigle語法串接在一起 OK 串接 剛剛有看過吧 insert into問題2 6個欄位 values 然後呢 再把後面的 ABCDE到F 分別把它串接 A 因為是文字 所以前後都有單以號 B也是文字 C的話是數字 CDE好像是數字 F是文字 所以這個前後都有單以號 最後呢 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 MyCom 就是連線的這個物件 它裡面有一個 SQ SQ就是執行 執行什麼呢 這個sigle語法 意思就是透過 ADO 幫我把這個sigle語法 丟給MySQL 他就收到 收到之後的話怎麼辦 就幫你執行 那就把什麼呢 ABCD這幾個資料呢 就可以直接 幫我放到 MySQL裡面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 找一下就是說 在雲端上面的這個 剛剛練習部分 然後雲端上有這三段程式 稍微先把它複製貼到我們的那個 這個模組裡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